現在記者位置 就在國民黨智庫前 那麼宜蘭縣長林茲廟 昨天是遭到廉政署的約談 那麼經過宜蘭地檢署的復訓之後 今天早上是無保請回 那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 被問到這一題的時候 是認為執政黨 對於一個在地的首長 因為證據不明 就進行搜索約談 最後無保請回 根本就是執政黨的政治追殺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再一次強調 司法必須是公正的 你要有明確的證據 你要有明確的案情 而不是這樣在案情不清 證據不全 然後最後全面的搜索 全面的約談 然後最後無保請回 請問這是在哪一出 哪一出 也到這樣這一出 請問這個縣市長 是不是已經名譽嚴重受損 民進黨是沒有停下任何一天的腳步 從來沒有終止對國民黨追殺 這是我們必須要嚴肅面對的 朱立倫是認為執政黨約談林姿廟 但是最後是無保請回 根本就是傷害民喻 而這樣的政治追殺 未來也不排除還會有繼續的動作 那媒體就問到說下一個對象 會不會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那朱立倫則說呢 民進黨的做法是可以預料呢 希望民進黨不要再進行 這樣子的政治追殺 朱立倫今天也特別的回應是說 他會自己來做檢討 希望國民黨都能夠團結一心 為接下來的選戰做準備